這個公共領域跟公共性 你怎麼去把它結合 就所有的東西叫做公共領域 大概其實就是這樣 談廢交通的時候 常常又談的就是說 我們缺乏第六領 缺乏跟莫子民國的關係 比較注重親密的周圍的人際關係 社會交往 但是比較不注意到外國 概請問是這樣 所以到了99的時候 新的課綱的時候 我們要重新處理這個狀況 我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說 首先就是 當然就是原來的心理這一塊 我們就要不強調 我們在99裡面就開始 要討論自我的成長 自我的發展 那我也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就是自我的這個發展是跟公民教育學習是有關係的 也要讓同學們可以感覺到一點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自我它有能動性 就是它有主動性 那這樣講起來很抽象 其實各位老師在早上的新的分享裡面都做到 你不是拿課稿在教的 你不是拿課稿在教的 其實你是把相關的知識跟你的生活 跟你的背景 然後甚至跟你喜歡的東西 你接觸過的事情 把它結合在一起 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你是有能動性 那我們今天談說 等一下我們會談說 社會之所以會重要 為什麼你要看重社會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它純粹是一個公的領域 今天我要傳達一個訊息 要跟大家說 就是社會之所以重要 不是因為它是像595一樣 就要直接讓我們去談公的武器 不是 如此 它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社會之所以重要 因為它重要 所以政治也要符音於社會 所以才會有主權在民 因為它重要 所以我們會要求政治 它對於人的有些範圍 它不能夠侵犯 所以有關於人權的討論 因為我們對於自我 對於個體的看重 使得我們對公眾的議題財產重視 這個思想是有一點 跟過去如果說不太 過去我們會壓抑私的那一塊 比如說我們在談公民這一個 私利不好 私利是常常會影響到公力的發展 私利跟公力是足足的 社會有問題就是因為大家太過強調自己的私利 所以在我們分析也都是沒有前往 但是今天我們要提出剛好講的傳達一個訊息 我們要來跟大家說一遍 因為我們對自我 對私 對人的能動性看重 所以我們才會強調社會的優先性 社會優先於什麼呢 優先於政治社會 優先於所謂政治社會的代表就是政黨 國家或者政府 優先於這一個 但是不是說要去取代他 大家理解我意思嗎 優先於就是他有一個獨立存在 而且他有他的重要性 所以在我們回憶劉靖怡講的之前 就是我們在談這個課綱的時候 就是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們從不錯 我們還是維持了一個原來的 從談自我 從比較切身的環境 從家人 同才 談到性別 談到情愛 但是到情愛關係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們把情愛關係 跟一個新的意義 自主 自主跟做一個有責任的自由人是一個關係 自主跟做一個有責任的 就是自主一定是說我願意嘛 我選擇嘛 我決定嘛 所以他是對於人的個體性的一個強調跟看重 所以這點是重要的 那談完了這個情愛與自主之後 馬上我們到九九的一個新的課題 我們就談人與人權 那人與人權 各位大家已經都很清楚了 他的第一個要強調的就是對於人的尊重 對於人的價值 基本的尊重 那雖然這邊是比較知識性的 人權理念 日常生活的體力 人權保障的地方 然後我們談公共利益 到這次的九九 那麼談到公共利益的時候 其實課綱的要求不多 你要談到要讓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說 有一個東西叫公益 但你要去認識它 然後跟公共利益相關的有些什麼題目呢 就是比如說如何衡量是否合於公益的事情 那麼如何增進公益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碰到什麼難題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公益利益的代表 國家以強制力 輿論有公益的倡力 因為談公益的時候 你必須看見那一個行動的出現 你談公益由誰來維持呢 如果公益是一個秩序的話 你仍然需要一個維持的秩序 那在這個維持的秩序裡面 不會想到第一個的定義就是 昨天曹一斑老師所說的 國家是一個暴力的壟斷 有沒有 這個國家是一個暴力 大家都讀到這個 那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國家對於人民是有罰罰的、鼓勵的 所以它可以透過 暴力不是一定就是體力上的暴力 它可以透過強制力 在我們這個課稿裡面會提到就是說 它是一種強制力 強制力包括什麼呢 法律是一個典型的強制力 不對 土法不足以執行 法律後面還有什麼 軍、警、法院可以強制執行 所以它強制執行的時候是什麼呢 它可以讓銀行、它可以把你財產查封 所以你的財產也不屬於 它可以把你的財產查封 這是強制力 法院也可以下例 把一個小孩從父母身邊帶走 在一個家暴的狀況之下 它也可以下例 你不能說的孩子是 所以它是 它為什麼可以這樣做呢 它就是我剛才講的 回到那個陶一芬的那個原始的定義 因為國家是一個斷子 它有一個最高的權威 那除了 是一直都是這樣的嗎 一直都是國家在扮演這個角色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好 那還有什麼可能做這種角色嗎 以前的貴族啊 謝謝 好 封建的時候對不對 封建的時候它不一定要需要法律 來做這件事情 封建的時候它要靠什麼來做呢 封建其實就是這個小王國吧 它某種狀況之下 就是那個區域裡面的暴力壟斷者 所以它是領主 除了那個以外呢 我們到今天的討論 還有包括下一場的吳瑞瑞的討論裡面 可能我們不會有非常多的時間談到 其中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社會裡面 是比較不那麼清楚的 但是勉強要講也是有的 可是在西方裡面 國家的競爭者是很清楚的 講話 所以宗教戰爭是怎麼打的呢 就是教會有武力 教會的武力就是教會跟領主跟封建跟神聖羅馬帝國 這個厲害 這個所累積的武力的文化 所以等到神聖羅馬帝國被打敗了以後就是 就是昨天陶老師所說的 西巴利亞 西巴利亞 就是西巴利亞 承認了是什麼呢 就是各個地方的領主 它是像拼一樣 它是可以變成了一個最高的權威 所以宗教神聖羅馬帝國是在那個地方被打敗 好 我只是隨便一說 就是公權力的代表 其實變成國家是有個歷史的原因的 那麼在中國的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沒有這麼強大的教會 反而教會一強大 像佛教一強大的話 就會被這個皇帝去叫做 他們是被迫害的 以佛教的皇帝制度的被迫害的 你知道嗎 我忘了什麼說話 三五之禍 三五之禍 他們這對是壓抑的 那即使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它也是對於這個 廣伴的宗教它是有疑慮的 因為在不同的時間 中國的重大的探亂 都是跟宗教的白蓮教 天理教 甚至歐盟黨 還有後來義和團 他們很清楚 就是宗教可能產生成 對於國家武力的威脅 國家的武漢威脅 他們很清楚 那麼好 那在中國裡面不是宗教的話 也不是這樣的話 那另外一種是很可能形成 另外一種權威是在跟國家平行的 但它仍然是臣服於國家 是天子嘛 這下的那是什麼 非常強的 人禮 哦 倫理 有接近 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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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法 我們現在沒有這麼深刻的感受 但是不過幾十年前在武士的時候 還會說 比如說禮教 什麼樣的 屍人 要把你逼死 就是 那麼以前 我們就是 我們現在都是透過多媒體來 也了解過去的中國 比如張藝謀拍了好幾個關於性壓抑的電影 那就是對於中法的挑戰 還有一個是大紅燈 然後還有局鬥 局鬥 這些 那它所裡面的描述 那個不是國家在做這事 就是那個公權力不是由國家來做 而是由家族長 宗長 父權 來決定所有的道德歸代資訊 那我們現在九九課稿裡面 當然是記錄一個新的事態 就是說國家作為一種公權力的代表 但是它是不是公的強制力的壟斷呢 那就要回到說 我們談到人民主權的問題 人民主權問題是講的意思 社會應該是優先 人民的結合優先於政治社會 優先於統治者 統治者的正當性是來自於人民 對不對 那你回到這一點來說 一直人民之間可能是有不同意見 它可能是有分歧 社會可能沒有一個中心 社會不像國家有一個中央政治 不是社會優於國家 但是社會沒有一個中心 你可以想像一個社會的中心嗎 媽祖可以嗎 台灣三月都封媽祖對不對 某一個狀況之下 在某一個時期 它可能是一個社會非常重要的 一個信仰的中心 這樣凝結很多社會資源 跟社會交往的關係 或者現在仍然是地方派遣 很重要 但是它沒有辦法 台北市的人也做媽祖 沒有辦法 好 所以新的社會的出現裡面 其實有不同的公的代表 但是常常會就比如說公益團體 公益團體 社會運動團體 教師會 公會 這些都可能 這就變成了 另外一種說 我們現在講的關於公益社會 就是課綱裡面是教授的 不是說我今天要談這個主要題目 課綱裡面 我就先把這個問題跟大家說明 就是為什麼公益之下就談到人權 其實裡面都 我等等要談一個主要的Message 就是我們受念 因為我們是對一個體系看中的 但不是一直都是這樣 不是一直都只是這樣 這是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個 就是一個主要的一個特色 早上陳老師也有說 公益是婆來品 所以的確我們也是 不是說公益是婆來品 等一下我們會說得更清楚一點 就是社會發展有它的本機 但是它會相互影響 相互影響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自認為是民主 我們這樣子想像 因此公益 他就不應該變成 這個繼續是一個國外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概念 變成社會很重要的因素 包括 昨天馬英九簽署 聯合國的民權 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收到動員令 不是動員令 不是要去給他嗆嗆的 對 對 就是說 這個要上屁股 不要說 剪掉 這個沒有關係 好 所以我就說 它涉及到基本人權 涉及到各界性尊嚴 公權力的作用 以及公權力的結智 公權力必須要被結智 就是看任權的時候 一定這一點很重要 所以早上 我或者是蕭老師 還是哪個老師說 你去問法學的 法學說奇怪 你們唸那麼多大法官解釋文幹嘛 是你說的 對啊 就是我們台灣法學教育失敗 他們都不懂大法官解釋文 所以他們真的是問題的核心之一 問題的根源之一 就是為什麼要去談大法官解釋 那個其實就在我們要談到人民政府之間的關係 大法官所有的解釋都涉及到這一塊 人民跟政府的關係 那某法學教育是不用教這個的 就是他們是比較法學技術 我們可能就是法理的問題 我剛剛問了 你為什麼社會主義會建議政府 大法官解釋就是去劃清 政府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做這事呢 不是我們對公很看重 而是對神很看重 對私 對個體非常看重 我們講私有點馬上反正說不太好 我說個體 我們是對一個個體性的看重 那麼這些是非常複雜 涉及到整個公共領域跟司法社會 等一下我會稍微提一下 就是它有很多翻譯 司法社會才有時候叫做市民社會 有時候叫做民間社會 有時候叫做公民社會 到底是什麼話呢 等一下 因為跟它的歷史的起源 跟我們台灣的各部主經 我們在內 等一下再說 這是有關係 跟功德公民其實也是有關係 那這個就是比較上午的陳老師所談到 他從康德的一個一個 哲學裡面就談到德性 Virtual有哪一些作為公民的一些Virtual 這個是我們上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就說敬毅老師你拜託 因為碰到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交給一個專家 史電專家來之後是好事 他以來是少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完全傳達出所有的訊息 可是他講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給大家複習一下 大家在手上 有嗎 第幾頁 復健六頁的地方 這是從他的PowerPoint 這邊出來 他其實也很清楚 Outline的 他對於公與私的一個理解 非常重要就是要談到自主公民 剛才我提到的就是你可以決定你有判斷力 你有分辨力 你也有結社 也能去創造選擇的這種情形 但他有兩個非常不核心的基礎 一個就是談到人權 另外一個談到主權 這不能完全切割來談 但是我就不再重複了 我就把這個重點在這邊跟大家論文 提示一下 人權是跟人格的尊嚴和個人價值的具體化 這個今天我們會再談 所以我們不要再談詩啊什麼這些 的確它是屬於個體的一部分 但是人權就是一種具體化 關於什麼呢 人格尊嚴跟個人價值的具體化 而且他也是用來對抗國家集體暴力的潛在風景 那劉靜毅老師提供大家一個很清楚的一個暗示 就是說不見他一方面是保護我們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可能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所以對於靜毅老師來說的話 那個風險就是他們人權協會 他們人權協會就一直在盯著就是這個風險的問題 所以他會反對在台灣花2億還是20億 裝那個全台監視器化 就是到各個接口去裝這個全台監視器 不過這兩億還是20億 大家怎麼聽 那要談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風險問題還沒有發生 但是他有可能會造成就是隱私被侵犯 因為你不知道那一些資訊會落在誰的手上 你不知道那些資訊會被如何使用 所以我們常常說那是只有壞人才怕 只有壞人才會失誤 別忘記當中介入是這樣 好壞是由誰在建立的 犯罪是由誰在建立的 因為我們是假定我們是我們在決定 所以我說那個東西是保護的 但是有一天你的行為有可能被列為犯罪 不是你的自主 大家知道我在說那是什麼呢 還沒有發生 我們也還沒有去想像 但是那個就是國家的風險性 就是對於侵犯的風險性 那麼另外一個人民主權 台灣人權的談 台灣人權的開談主權 是民主先成國家的基礎 先成國家作為公權力行使的正當性 那麼這個昨天陶老師很難提到的話 他會提供一個正當性 這個正當性是建立在人民主權的想像上 請問這個人民主權是一直是出現的嗎 他在之前是什麼呢 軍權 這是老師所說的 在那個前面是軍權 軍權前面呢 軍權神獸 軍權神獸前面呢 其群就是一個神權 神聖羅法基礎 他們所主張的一個 也正在是軍權神獸 但是呢 他是另外一個就是 他由宗教教會的組織 他教會有武力 然後教會可以 有殖民地 教會可以 從事這個收稅 他形成另外一個 跟王權的競爭的一個對手 甚至可以說王權是要把這個宗教 作為一個權利的辦法取代 會翻譜 然後那個西巴利亞 西巴利亞 西巴利亞 這個條約 是跟自己的關係 那麼權利如何區分 共識這領域的基本權利 這個就沒有在說 但是權利的公益的色彩 權利的公益 為什麼權利是跟公益關係呢 它含著這件事情 它講兩點 第一個是基於公益 而限制一些權利 有沒有這種公益 個人自由不是絕對的 對方是有人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其極為難 維持公共 秩序 公共 秩序 對了 對阿 所以是因為基於公益 可要對於一些基本權利 是要加一些權利 基於公益 而要賦予基本權利 這個也是存在 這個起碼就行了 對阿 好 真是太厲害了 太累了 好 所以我們真的是跟台灣傳統的法學 是不一樣的 或者是公益的法學 我們要學的是這件 好 那這是我們上一次所談的 我們把這個refresh一下 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所談的 並不是要取代之前的 而是它是有些連貫性 所以我們會說這是一個載論 這個公司的問題 那我今天其實 這個問題因為很複雜 我那時候跟劉靜寧說 我把一個最難的問題丟給你 所以其實也太粗了 他果然後來就一直挨挨腳 很難耶 這個很難 好不好 然後他其中他推薦大家一本書 這個就是Charles Taylor 先 社會的 對不起 現在社會的想像 對不對 現在社會的想像 Charles Taylor 可是他沒有真的去 沒有真的去帶大家說 這本書裡面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就 可以接下這個東西再來做 來談這個東西 那我今天來談 第一個就是談 這個 做一些 這個書 帶在書上 那它不是一個 柴魚飯後 你腦筋不是很清楚 當漫畫書可以再誤的 它有西方哲學 西方歷史發展 社會發展 多的那種簡要的陳述 那麼他同時還有翻譯的問題 他真的有翻譯 這沒有辦法 翻譯是不可能完美的 不錯 特別是哲學的那個翻譯 那我看裡面那個 Kennika那本書 也不是查於蛋漢 就是另外一本 Kennika 不是查於蛋漢 那麼今天下午 吳瑞仁老師這本書 那就翻譯得不錯 可是也不是 也不是很好讀的一本書 OK 所以老師那樣比較厲害 然後比較厲害 那一個厲害不是說 你可以把學生靠到 而是說你真的比他懂 你的視野 好 那這本書 那Taylor現在 他今年差不多是80歲 他曾經在99年的時候 99年的時候來過台灣 多元像那個時候 花台灣台灣 那麼現在我們常常說 多元文化 多元主義哲學 那麼跟他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Kennika 就是你們手上拿 然後那個一本書的作者 然後還有Michael Walser 他們都是算是說 多元文化的主義裡面是 你可以講交召者 最值得以用的分析 那他們所談的這個哲學論理的基礎 是跟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太一樣 跟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太一樣 自由主義仍然是相信 就是各種各體的最高性 就是理性 自由 他完全是相近的 可是呢 多元文化論 或者說 從Charles Taylor 他們要來說的一個是什麼 你所謂的自我 不是在空中形成 你所謂的自我 不是在一個社會征服 形成 而是在一個社會文化的交往關係 這個其實非常符合我們社會區的一個想像 所以你說他跟康德會很不一樣嗎 道德對康德來講 他是一個精英的 是一個virtual 那當然他也強調這個實踐的這個印象 可是對Taylor來講 道德就是神會 他在這本書 他要問的問題 我先說 表面上他要問的問題 是 源於西方十六世紀以來 現代性如何被理解 現代性 那我們在95的時候 丟一個問題給大家 公共性 其實公共性跟這個現代性的發展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說這本書 為什麼公共性跟這個現代性的發展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 那回答這個問題就是 間接要回答西方的現代性 是人類唯一的現代性的可能嗎 他要問的是這個問題 就是西方社會的唯一是可能 他所謂的西方就是大西洋風雷 就是大西洋風雷 那Charles Taylor 他是加拿大人 然後到美國西北大學去念他的哲學 但是加拿大有一個問題 是美國人沒有碰到的問題 那個就是魁北克獨立的問題 就是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加拿大有這個問題 那麼他是在魁北克的蒙特羅 那麥基爾大學是等於是甚麼樣的一個學校呢 等於法語區裡面的一個英語的秘密地 然後我們來看看 好 好 蒙特羅這一個城市 在魁北克獨立運動正是台高級 他是一個工商的重鎮 所以他的人口 法語跟英語的比例 大概是六成四成 在蒙特羅 然後那邊有一個 這個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來的非常好的大學 就是麥基爾大學 那是用英語教學 那是用英語教學 可是等到魁北克的勢力上升之後呢 開始推行法語運動 那蒙特羅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很多英語人口就離開了整個城市 但是魁北克獨立的那是在 那Telan的立場在這件事情是怎樣呢 我剛剛提到多元文化 我們講多元文化 掌握會提到加拿大魁北克跟英語系人口的問題 他的基本立場就是 他沒有走到支持魁北克 但是他對魁北克的文化獨特性的運動 他是非常同意而且支持 所以在政治上你要說他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加拿大的 你可以說他是支持加拿大的聯邦 但是暫時能在加拿大聯邦之下 他給每個最高的支持克服的一位哲學家 因為他非常相信語言 文化 對於自我尊嚴 對於社會的這個 比如說道德性 社會的秩序 不可分別的關係 談個體性不能獨立於社會來談 談道德德性不能獨立於社會來談 那現在這邊要談的就是西方的現代性 那他要回答是西方的現代性不是人類唯一的 一樣是跟他的這個多元文化哲學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說不同的國家其實是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現代性的途徑 這是他的大問題 可是你只繼續去讀這本書 他真正的所說的要問你 也可以看作他是如何在說明 我們現在所熟悉的所謂現代社會 我把它刮文起來 我們的社會 現在是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是因為一個長時間的一個文明的變化 而產生了一個現代社會 都能用他的重點 我把想像這兩字掛不起來 那個就是那本書的核心 社會想像 很像我這樣講 那他如何回答呢 那當然他就先提醒大家說 那現代性是什麼 我跟你說一下 那一般人對現代性的認識 就包括了這三點 就是根據Taylor的說法 比如說工業革命 市政科學 新科技 科學當然很重要 因為它一樣就是讓我們社會 進入了一個理性思考 然後脫離神學的支配 新科技 然後新的組織方式 都市化的祖國 比如說這樣 我們用這些來定義現代性 那麼還有呢 比如說個體主義 世俗化 就是對更宗教的對立 公學理性 這也是有關聯的 跟第一點這個關鍵 那第三點就是現代性 是用什麼來定義呢 它是有可能是 我們說常常會談到 一化疏離的問題 你所發明的東西 你創造的東西 最後呢 變成你的主宰者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一化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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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比喻來說的話 一化疏離就是 原來應該是你的工具 現在變成你的主人 原來是應該你的儒谷的 現在來支配 這支一化疏離 簡單的這麼說 也可能是一個無一一的 無根的社會 或者說我們原來的社群意識瓦解 我們常常會這樣 哀嘆有社群意識的瓦解 那我猜想 下一節更為人可憐 是要從這邊來說 你看它說的是相仇 政治學 就是對於一種社群的渴望 對一種社群歸屬的渴望 但是呢 本文對於現代性的看法呢 本書啦 講到本書 是一種所謂現代性 我剛才把這個想像兩個字掛出來 現代性社會其實是 我們關於我們自己的一種想像 一種新的結案不同的社會的自我想像 它是自由與互利的 一種綿密的倫理關係 還有一種新的道德職刑 道德職刑 所以社會是什麼呢 社會在Taylor的概念裡面在講 就是社會就是一種道德秩序 所以我剛才回應說 道德就是那個社會 對 社會就是一種道德秩序 那新的社會 現代性社會就是 我們有一套新的道德秩序 出現 新的道德秩序 那這個秩序是甚麼呢 互利 我們是以個體為主的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不會是一盤散沙的 我們社會是互利結合 是因為互利而結合的個體 我上一堂課有跟大家暗示說 分享是一件重要的事 有沒有 因為分享可以帶來互利 但是我們也希望要求一種民主互惠的分享 就是不是一種 我們都不是宗教家或慈善家 就是只有付出 但是我們要求一種民主互惠的分享 就新的社會之餘 互利 那麼這些互利的重點 不完全是講到是這個道德規範 同時包括經濟的 生計上的一種互利 這個你就會談到勞工運動 因為勞工運動可能違背了那種 互惠的原則 不是勞工運動違背了互惠 勞工運動因為那種互惠的道德被破壞 所以它產生了勞工運動 這是一種說法 那什麼叫做互惠的道德呢 就是雇主跟受雇者之間 應該是有一種 你不要說平等的 有一種互惠的關係 但是如果這個道德被破壞了 看有可能就會產生勞工運動 要把這個道德秩序怎麼樣 重建或者恢復 說的是怎樣 那麼互利的重點是包括了生計與謀生 所以經濟不是獨立於在我們現代社會之外 它是我們現代社會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經濟運動 那麼現代社會這個道德秩序是有一個目的 就是為什麼要這個目的 是確保自由 所以我剛才談到的個體性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特徵 確保自由 而且這個確保自由是透過給你權利 保護你的權利 讓你有權利主張的而來 這個劉敬寅前面有談到 就是人權跟主權的是什麼 個人自由的具體化 他前面有談到的 所以權利變成一個重要的意識 那麼所有的參與者 他所獲得的權利、自由的保障、貿易 基本上都是平等的 為什麼說基本上是平等的 因為什麼叫平等、什麼叫不平等 這又是一個爭議 而且各個社會裡面可能不一樣的 這平等會跟正當性有關 就是正當性 那比如說我現在作為一個講者 我即使想平等也不是平等 但是你會覺得我在這邊講話 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 所以你會接受這種暫時的安排 但是我們換了另外的時空 可能就不一定會接受這樣的安排 所以平等是一個想像 我們這樣講 平等是一個想像 不是有意義 那他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借用了阿多瑪斯 我好像有點反錯 阿多瑪斯 阿多瑪斯公共理運 以及Benny Anderson 的想像共理題 那就是等於下課會說 他借用這兩個東西 他把這兩個概念聯合在一起 那細節我不說了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基本上是從這裡的概念聯合在一起 Anderson 的想像共同題 國學過去 不是 老師們過去有知道嗎 他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無尊訊息 他傳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想像的共同題 我們把叫民族一個國族 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在人類文明裡面 逐漸發展出來的東西 那在這個民族這個概念出現之前 我們有其他的概念叫做什麼 比如世俗 宗族 或者說在宗教下面的秀儀前面 宗教的那個概念下面的秀儀前面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整體的一個 民族國家這個民族的這個想像 所以是一個內在的文化的革命 出現了 創造出 或者說製造出一個新的類別的想像 叫做民族 而且在那個想像中 我們是有貴族的 對 我們是有貴族的 還是屬於海人的東西 他是把這個想像共同體的這一套想法 用在什麼 現代性的誕生上 現代性的誕生也是透過這種內在革命 去重新理解 發明出來的 Anderson是說 有個東西叫民族 他是如何被歷史文化這個過程裡面 讓人們慢慢去接受它 Taylor是說 有個東西叫 我們的社會 現代社會 那是如何被內在革命這樣 不斷的這個發生出來 好 那 所以他是把這兩個合起來 那Habbermars就是公共領域的概念 大家都跑不掉 大家就談到這個 我們就是從一個神權的 封建的 接續的社會 傳統社會 藉助公共領域 Habbermars所談的新的運作 結果呢 我們會創造出一些 關於主權在民的思維想像 而且認為社會就應該如此 社會就應該如此 自我管理 主動啟動 因此這樣一個新的現代社會 就根本地誕生 所以他的基本的論點是在談這個東西 談到這邊大家有點抽象 但是應該還可以 我們對我們自我觀看的方式改變 我們出現了一個新的想像叫 我們的社會 那這個我們的社會對他來說也是一個現代 現代 好 何謂社會想像呢 這是他書裡面的話 讓各位在另一個人的講一講 給你們看到 我想用這個詞來指涉的是 人們想像其社會存在的方式 他們與他人和諧共處的方式 事情在他們與他們的夥伴之間 進展的方式 通常可以獲得滿足的期望 希望基礎的更深刻的規端性概念請教 所以我沒騙你 這不是差異嗎 我可以説的 連標題都很難想 因此必須加以翻譯人數 所以我下面做了兩個翻譯起來 翻譯一個再翻譯 好吧 我覺得導讀就是要做一些這些 不然你真的很挫折 這個讀起來其實很開閉的對不對 好吧 做一些翻譯 我們對於道德規範秩序是有想像的 我們是掛不起來 因為這個是不被說明的問題 那為什麼說共同呢 就是這個我不確定他什麼在說 但是如果是Benet Anderson Benet Anderson就是有一個東西叫做想像共同 那我們的社會在某個狀況之下 也是一個想像的共同的越奧和持續 是我們是有一個共同的方式 而這一套想像是建立於 我們對於社會組成的現實 以及為何如此組成 又為何應該如此組成 秩序為何應該如此看 還需要再翻譯嗎 我還有一句話可以翻譯這一句話 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啦 還是我翻譯不標準 就翻譯 就事情為什麼是這樣 事情有個道理 所以你們讓學生去討論說 校規為什麼是這樣 有個道理 那我現在這個問題就是問 我們的社會為什麼是這樣 我們的社會有一個道德資訊 為什麼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再舉例來一些現實 來理解 第一個翻譯就是 事情何以是如此 社會為什麼是這樣 現實跟他的理想為什麼是這樣 秩序為什麼應在如此 都要講 好不好 那第二個翻譯 這個想像是由 對於社會應該如何組成 很多面向觀點就是 它不是單一的 就是社會它不是 現在講的社會不是單一的 它包括政治 宗教 經濟 以及狹義的社會等等 綿密的勾連起來的 這個社會它不是 但是只有一個叫做經濟 只有一個叫做政治 只有一個叫做宗教 我們現在常常用這種 功能主義的方式去掛根 但是我們今天談的這個社會 是一個綿密 這些不同面向綿密所勾連起來 它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 行事法則 性跟情感的世界 各位現在都不會有問題 就是你們在教的時候 不會有問題 就是要教性貧 又教性貧 它是不是一種道德之訊 對不對 它是一種道德之訊 但是在十年前有在教這個嗎 那性貧只是一個公民特異議題嗎 我們希望在家庭裡面這樣 家庭你做不到我用家暴房子檔 我希望在政治場域裡面做到這個 三分之一的閣員不得少你做得行 三分之一的公務員 或者三分之一的可能不得少你做得行 單一性貧 用什麼法律 性別平等法 有這個嗎 用性貧法 所以它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裡面 它形成了一個道德秩序 我只是舉這一面 但是它不是單一的喔 它在經濟裡面也會出現 對吧 育嬰這樣講 出現 它在經濟層面 雖然那個僱主都在抱怨 反正受僱者有時候也抱怨 我哪裡敢用 我根本不敢用 但是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這個結構性的因素 又是在另外一個 就是它不會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社會不會那麼下費一件面 那我們再繼續談論這個社會想像 我就直接用我們的高中課綱來說的話 別人想想看我們高中現在有23科 有自然生命 現在怎樣 自然生命社會 還有人文藝術 有23科嗎 那這23科怎麼來的 我說 這個高中功勵課章 其實是反映了我們 對我們的社會的形象 這個社會要如何轉成 應該轉成 應該轉成 沒有想過 對不對 它裡面不是一個實然 它是一個實然的問題 你要教啊 你要教 我們的政府組成是怎樣 我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你要教 你要教經濟學 類似啦 經濟學的知識 你說經濟學 要教這裡 文學歷史 地理 所以你有什麼叫火國史 火國地理 但你也有中國世界 你不亂去想像你自己的社會 而且你認為說 我們社會的意願 應該知道這一些 對不對 因為這些人是將來 我們成為職業公民 我們社會中的意願 應該要知道這些 所以看起來高中課綱是 好像不同的教授啊 什麼教育部啊 進去創造 但是事實上是共同 也在做一個關於自我社會的 進展 一種努力 不見得所有人會同意 所以高中課上什麼地方會吵架呢 歷史 國文 都吵了嗎 這兩課沒有過 我們大家就知道 那為什麼呢 誰要講成國家認同 其實是對我們的社會 如該如何 其實是 是看你的意義 那我也跟大家反覆的說過 國文課不是文言文的問題 國文課是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問題 所以大家應該都理解 表面上在吵文言文的比例 其實在爭執的是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要不要究竟相對待 那中華文化基本教材 是什麼思想的意外 儒家為主 儒家為主 所以你主張者是等於是主張我們的社會要建築在什麼樣的道德秩序上呢 儒家的道德秩序上 我這樣說沒有錯吧 那被罵的那個老師 他是說 文言文很好啊 我要教法家 我要講墨家 我要講諸子百家 那他的道德秩序是什麼呢 多元化 他的道德秩序是多元化 這樣子就很長 就是對於如何用自己的東西 即使我們就從國文課的課章來看 但歷史的其實也是一樣 你該知道什麼是歸五國的歷史嗎 你們要知道多少分別的重點證 你們知道 那我要請大家看三則新聞 這是我跟你們的學問 一定要讓學生可以分析時事好樂的問題 好吧 三則新聞是什麼時候呢 昨天的蘋果日報 你們那邊沒有 抱歉 這個有看到嗎 蘋果的頭條罵 我現在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要說明的背景就對了 負債子 反而為了把將走入歷史 大家知道 民法 然後利願 我把這個東西都把它mark起來 它的內涵大家都知道 內涵大家都知道就是 反正你不能繼承 你可以放棄繼承債務 就是你可以繼承財產 你可以繼承債務 然後它的balance是 你可以選擇不要大過 不要是minus 我覺得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一些 民法 民法實際上是規範 私人權利 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民法的背後是國家暴力 對不對 它可以查封你的財產 這很清楚 所以你是因為對私人權益看中 然後你會請一個國家 你會請一個保護者 去處理你的問題 不然我們就變成一個junkle 變成一個叢林社會 可以弱弱弱强勢 所以你需要一個 一種忠義 那麼這些要經過一個正義的程序 要經過一個正義的程序 正義的程序 我們說正義有一個叫due process 承序正義、實質的正義、分配的正義 比如說我會談這些問題 你要經過一個承序的正義 然後這些例如 出現民間團體 在這件事情上面有叫倡議組織 你說它是公益團體還是私益團體嗎 在這邊不是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它生產出來的是 我們說無排他性 還有怎麼樣 無排他性 它生產出來的是無排他性的原因 它生產出來是公益 但是是什麼推動它來做這件事呢 自救 它被壓死了 所以我這邊回應我們剛剛所說的一件事情 就是 自我的主張本身不一定一定是反射 它有可能會推動社會的方向 一個好的一個方向去做 等一下我會再提到另外一個 我先講了這三個 三個性能 民間團體出現 這一些 這個NGO 非政府聯繫組織 它有出現 然後這個 有一個前任的法官 他其實就是一個權威者 他們的權威者 這個新聞很單純 那他讀這個新聞有什麼特別的感覺有沒有 不會嘛 就是啊 有一個法律通過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社會的如何運作 非常熟悉 沒有三讀不算 這個還沒有三讀 這個其實沒有三讀 對 這是剛剛通過那個委員會散查 沒有通過三讀不算 然後權力是由法律來違反 這是由國家來繼續 那這是可以修訂以前不是這樣 表示我們以前對這些問題的想像跟看法之類 所以這個社會是在運作 然後我們也知道這個法律通過以後 我們可以如何去面對 那我要談的時候這個就是 我們一看這個就是我們的社會 這邊一講就知道 裡面有民間團體 就是NGO 然後有立法委員等等 你們知道這裡面有隱含的預設 有某一種的秩序在 這個大家換一體驗看 我順便喝口水 後面看得見嗎 MARK起來是看得很辛苦 意思就是說孕婦非法懷孕 有一個東西叫非法懷孕 孕婦非法懷孕 犯了什麼法呢 異胎化的政策 他就躲起來了 所以官員是說你不能再生 所以要先是給你道德遊 所以你當時現在說要強迫流產 你躲起來怎麼辦呢 就把你的親戚朋友抓起來 這個非常符合陶老師說了什麼 我家是另外一種黑幫 對不對 就是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OK 好 所以說以非人道手法 大肆收補孕婦 盡情人工流產 即使懷胎以八九個月也不放過 對於躲藏的孕婦 則強辱其家人 逼迫現身 討債公司 這些訊息不斷的傳遞出來 其中一個是大紀元 大紀元不斷做這種事 那這個自由亞洲事物 我不是很清楚 也許是另外一個 I.N.G.O. 國際的這種 這種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那這些電台報道有可能是不一定完全正確的 因為他們是有立場性的 它是一個倡議團體 我們就新聞的觀念來說 自己開來指導 好 這邊就是其他的 就是流產的 比如說孩子很大的 哭泣的服務室 生下來孩子還會哭 那你去想這樣是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就你想這個社會 就是你知道這 你看到這個新聞你知道 不要看是中國大陸是怎樣的 是定音啊 是不見神啊怎樣 你知道這個事情在台灣是不太會發生 台灣會發生白曉燕案 會發生什麼奸殺 什麼網友什麼這種 不會 OK 但是你看到這種事情你就知道 不會在台灣會發生 所以他的社會運作邏輯跟法則 是跟我們所認同的正當性 所以你知道有一個是社會的比較會出現 那我們有誰說互相會去 那種芬蘭跟電話去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看到芬蘭你會覺得 啊那社會運作公司很不一樣 這個好像是我們該學習的 但是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知道就是違背了一些 比如說尊嚴 自由 然後贏的是一定沒有的 那是不正當的國家 我們所謂的 共談的是這麼重要的事 那我只是在舉例說明 就是在同一天的蘋果新聞裡面 好不好 晚上十點了 人家說去外面逛街吃宵夜了 沒有人家說去外面逛街吃宵夜了 沒有人家說去外面吃宵夜了 沒有宵夜了 擔心 我們在準備今天的這個材料 好不好 就是同一天的 不是用心 好 第三者 第三者是聯合報 那這個也是 看這個大家知道 川正滿少年專家指引會不查 豆腐渣 意思是說隔了一年 當年有超過七千多間校舍在地震中瞬間倒塌 最近公佈有五千三百三十五名學生遇難 就是瞬間 那你說大家都倒了就算了 但是希望小學沒倒 香港人去蓋的沒倒 因此就懷疑這個所謂的國公主要 要查 那這個也是不是由中國大陸 這個英國廣播公司 中文 BBC 好 那 這裡面訪問的一個對象是香港科技大學 丁學良 丁學良 這個當年我們在紐約的時候也見過 他就是八九百英文之後 跟不去中國大陸的那一批 就是八九百英文 因為他支持 他們支持八九百英文 然後鎮壓之後 我們就算是流亡美國吧 但是他是面書 他說如果連中央部門的觀點 都無法貫徹落實 就是他知道中央有些官員所要查 如果連中央都無法貫徹落實 可見問題已經很大 不是僅僅局限在地方利益 或地方幹部 就不是在地方利益而已 地方幹部一定得到 比基層更重要的力量在背後 意思是或默認 意思是說中央裡面 有些人是要戰爭要查的 但是反過來說中央查不下去 就表示中央裡面有人 我讓你查 不是地方的問題 因為有一個街區的中央 地方要服從中央 那現在連中央都無法查 就表示中央沒有共識 他要說的是這個 那麼鎮血糧當然就是主導要去處罰 要去追究 那麼這個問題 那麼這裡面又有舉到另外一個就是意大利的問題 最後呢 再引用丁血糧 他相信中國政府內部有許多官議員 願意調查大地震中的豆腐渣工程 但到目前為止 他們的意見顯然沒有成為主導意見 就剛才我所說的 那麼重要是那個 跟列人的問題 你看到這個 你會覺得這種事在台灣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觀觀相互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在台灣是有可能 但是死這麼多人 你覺得呢 也不太可能 上次是哪一個橋斷了以後 然後下台幾個關於後鋒 什麼那個 後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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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橋斷了對不對 巴掌溪大家記得嗎 嗯 就是 OK 2000年的時候 亞洲中泰有一個記者來訪 200年也就是曾水扁當選的這個 那亞洲中泰呢 因為在台灣的同期 同一個記者 他就說 還訪問我就說 希望我說一下 台灣社會由中國大陸撤退 到底有什麼路況 天啊 這裡好大 怎麼回答呢 你又訂著中泰記者 那我就說 那時候正好從來在討論三峽 水吧 還在旁邊三峽水吧 我說你們中國 不是說你們啦 我說他不是台灣的 中國大陸要興建長江三峽水吧 得到很多科學家的這種懷疑 跟科學家的提醒他們 他們的地質 但是呢 排版定案 說算就這樣 千移一百萬以後 因為要淹陌區 千移一百萬 後來發現之後這兩百萬 因為不只千 你簽了要撞球 你退了這些 他又退到六百形 OK 最後是 六個判斷大陸 他慕容說錯 一天 對 情況有沒有起 很大的爭議之下 錯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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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台灣 第三 美農水庫 炒了八年的運動 然後陳辰編說 我再任八年一定不改 美農水庫 美農水庫啊 有六型 就是有六型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 就是這個社會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比較有正常性 你要透過選舉來證明 你透過選舉來證明 我們說這是廣義的主權 在 我選舉來證明 因此你必須要去面對 選民的要求 對他 那對於當時來說的話 我們這件事 就政壇兩面意見都有嘛 一邊是發展的意見 一邊是保存的意見 還有安全的意見 我們聽說 他可能會造成風險 我是這樣子的 那這個案子也 我要說的就是說 當我們去想像現代社會 這個判斷的是什麼的時候 就是整個一個 儰切勾臨的那個道理 這是這三個 三個這個例子 就是說明 我剛剛所要講的 第一問題 那麼在課本裡面 不是課本裡面 在這本書的 五十一到五十二頁裡面 他舉了一個示威的例子 各位有空再去看 他就用示威來說 當我們說我們去示威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多關於政府跟人民關係的想像在裡面 而且有一些一定的規範 所以示威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大概把握的問題 示威什麼時候變成一種暴力的 那種狀況 要如何被正當化 這個都有一個一套的規範在討論 所以他就舉那個例子來說 所以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有示威 不是所有的社會都可以示威 而是在某一種的秩序的規範下 你可以去討論示威是怎麼樣 什麼是正當的示威 所以他是用這個例子來說 好 然後第一 繼續來說 這本書其實最難唸的是這個 個體自由的權利平等 不會有這種示威想像在大西洋中的巴士 他真的也說得要講這個話 那我們今天不要再說那個 看說 馬來自尼邦是沒有利要的 好 就這邊暫時跳過去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等一下 五月老師也會提 想像的共同題 當我們的社會主義想像的共同題 同時水平歸屬於一個主義 同時水平 這點事情非常重要 同時是什麼呢 明有很多公民之內來 方便們是同時的主代 所以你們有一個叫做 我們的社群叫做公民老師 一團 二團 三團 四團 有一群人在共同 同時存在 而且你們基本上是平等的 我們的社會就是這個 這個社會有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每天這樣講 同時存在 知道我在說什麼了嗎 而且兩千三百萬人 他們的權利應該是平等的 假的啦 不是真的 但是 後來要這樣講 我們是這樣去想像的 那這種事情的出現就是 我們現在塔朗的國民社會 其實根據這種現代社會的想像來出現 那以前沒有這種 同時存在的兩千三百萬人 是怎麼想像的 我們怎麼想像這個社會 把你自己放到兩百年前的中國 你們大家都讀到 《非教童的鄉土中國》 你怎麼去想像我們的社會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讀 陳若水的 從同盟書 同家訓 還有善書來看我們的公民社會 那裡面就會談到很有趣 我現在先暫時卡住 就是你要去想 就是那個古代社會很難的話 那你看看陳若水 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 他去重構一個中國傳統的社會 從同盟書就是啟蒙書 兒童的啟蒙書 家訓還有善書 所以這個都是基本的民間的知識 那這樣我們再說 還有這個人動性跟客觀化的社會 這也是很重要 因為沒有自己的行動 就被想像成的客觀 而且獨立的方式出現 可是社會這個東西變成存在 有的東西是存在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故事 敘事等等 那我這邊要特別強調的概念 現在到幾點 我到幾點 對不起 黃老師 我到三點對不對 這在136到140時間 他談到公共領域不斷的出現 那另外一本書 公共領域在台灣 李林戰他們都是在引用這個 哈佛馬斯文件 他這邊也有提到 社會的成員在一起共同交流 面對面 或者透過媒體相遇 形成common mind的一種共同性 一種共有的空間 這個很重要 他獨立於經濟、政治、社會 政治、社會 這是一個字 Predusis 一個概念 不是兩個概念 一個概念 獨立於經濟、政治、社會 政治、社會是用權力干預來說 之外的一個公共與 直現代社會的一種 什麼特質 核心特質 OK 因此你必須先有這種想像 有這種東西存在 這種想像 有這種自覺 有這種自覺 你才知道有種公平、公論、公義、輿論、靈異等等的可能存在 如果你沒有那一種自覺 沒有那一種說有種公共領域的那種存在想像的話 你就不知道有這些 就是沒有辦法去想像這些 那當然也無法形成另外一個我們說無權在 就是整個國家的正當性的建立在人民的土地上 這件事無可 你必須先要有這種的存在 所以公共領域是可以用來合理化政治社會 也可以用來反抗政治社會 那麼它的道德標準在對政治進行衡量 那麼政治社會只是維護自由的手段 那不是目的 社會優先於政治 在這邊出現 大家可以理解這個一路討論的這個脈絡 不是政府 不是政黨 會優先維護自由變成自由 自由是這個目的 現在是這個措施 那我們看第五點 因為時間不低 公共領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空間 這是它很用的方式 非常超大的空間 後攝議題而非議題 是世俗而非宗教 是成員自覺成一個社會獨立國家權利 有很多變相 後攝議題 草達公園怎樣我就說 就是 好 等一下我再講 等一下會提到這裡 那公理師 這個Message我剛才也曾說 促進公共領域 社會與興起 是能先對於私人的空間 比如家擁有的財產跟自由之主 將以看中 是先看中私人的重要 然後才有討論這個公共 包括社會優異正經 政治社會優異 那麼 影響私人的影響是有比較多的 好 先 好 第三點 我們討論的就是私與公 並不是截然獨立 我們剛剛也稍微說了 他這個技術如何協議相互兩者 兩者關係構成我們社會的基調 這個道德制循 就是不同的社會也不同的社會基調 但是如何處理這個公私的問題 就是這個社會的基調 那下面一個就是在 天倫他繼續說到社會 同樣講到社會我們是屬於某一個社會 參與政治的自由權 是我們憲法有規定的 那反對於極權主義 類似在獨立的法西斯 參與生技 經濟活動的權利 那我們也說這是 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講就業權 社會福利權跟這個不同的關係 各位有看到就是 新移民 新移民在台灣爭取什麼呢 他說要有身份證 他要身份證他才取得完整的公私權 但是他要身份證 有時候要等七年有時候要等九年 甚至還有一些其他問題的限制 那在這之前 他的生技有辦法 他能去找工作做嗎 他可以想說我勞健保 他可以勞保健保 其實現在逐漸是拆開來 可以啦 現在可以嗎 現在可以 老保 好像也可以 老保要勞勞 是呀 我說他現在好像幾年以後可以 就是他跟身份證有區隔 他可以打工 意思就是他可以打工 可以重新這個行業 那個就是 我們說他要有那個 可以就業的權利 所以你不能說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一些人是沒有就業權利的 不如學 那麼新生公共利益的權利 就是我們此法也有規定 也有保障 言論解釋 還有呢 除了這三個以外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關於宣誓性的 法治化的權利性 也不得被任何統治之所剝奪 像這個跟舉例來說 就是完全被潛的客戶性 這些就是他認為說 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個成員 他屬於應該商業的權利 那這些權利是我們建築在 我們所謂的潛行項 那現在這個蠻有意思的 那這本書 不是這本書 這本是倒映版 喔喔糟糕 因為他樹已經絕版了 然後我也去跟他們爭取要求 但後來我知道說 你可以定義 就是你要基本叫他們爭議 是可以的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這個準備 那這本書就是李林戰 他們在英海光基金會等支持之下 他們就組織了關於一個 台灣公共盟利益的 在台灣這個研考研究的作 不斷找了很多當時的一些 職業學者處理的事務 OK 那我們來看看 我這邊是一個綜合性的討論 綜合性討論 那裡面有三天 我們知道這個李林戰 秦永祥 顧中華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另外一個 神若水 神若水 一樣他們繼承在 在哈佛馬斯關於公共的論述 他說人們可以在這邊理性討論 平等參與相聚 去形成公共的看法 跟Tarren都一樣 那來源都是相關的 但是這裡 現在的理性不是個人理性 因為輕溝通 實踐反思 而且也形成的理性 同時這個論壇是後設的 剛才我說要解釋 什麼是後設的呢 也會不斷地出現這個 它不是一個實際的一個 附影的空間 你知道說 有天塌陸的公共論壇 是沒有這個東西出現的 沒有這個 所以公共論壇是不斷的討論跟發生的 所以它只有在過程中被認定 但是它的記憶是不清楚的 所以我們看到有話好說 有話好說它是從哪裡來的呢 它的議題是從當下的時事 當下的時事是什麼 可能是新聞 可能是不同的發言 或者是國際的 或者是國內的 然後有話好說 又可能再繼續被別的媒體去引用 然後因為有話好說 某人說什麼 因此我們就在另外一個報童去投書 再去評論那一個觀點 那典型的就是范蘭清的文章 對不對 所以范蘭清的文章一出現之後 它根本 那個公共領域的後設性就出現了 你知道這裡面有言論自由 以及這個公眾討論 而且你不知道界限在哪裡 因為中國大陸也開始討論 可能中國大陸的一些媒體 也在評論這件事情 那麼隔不久你可能看到香港的雜誌 也在評論范蘭清的事情 所以公共領域它不是說你可以界定 這裡現在是一個公共領域 不是一個私人領域 不是這裡 它是會被帶的 我們這邊好像是在一個地方 算是一個轉公路的狀況 但是可能我們上了PAPL以後 它所產生的不斷的被帶出去的討論 是現在是無法去理想的 大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所以公司之間有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截然的劃分 所以它不是一個 不是可以定義為具象的一個特令 而是因為你有自由討論 PAPL以後才有這個論文的存在 是因為有了這些事你才會知道 啊 這個存在 就是有這個事情 我這邊就舉例了 就是說其實這些都不是 哪一些是最短的過程公平社會人 最接近公平的選舉投票 簡單不是 但是選舉前面所有的關於媒體評論 這些可能是媒體的報導 那個名嘴、動員、造勢、廣告 互相的這種空間等等 立法院的這個委員會也不一定 他即使他舉辦公知會也不見得 做檔會意見證據都不是 但是你如果去進行審議民主 是比較接近的 因為審議民主我們今天 今天是哪一個 趙老師對不對 他也操作過 所以他是比較知道審議民主裡面 他有一些關於公民的想像 以及公共與公民的討論 那範圍超大這我們知道 就是說是沒有固定疆界 這剛剛我們已經講到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公共理運 他有一些許多公民的 公民的理想的文明的進步的 同時也是可遇的 就是desirable的 我們剛剛我們講到 柳老師對於我的社會有一個想像 希望它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 不可遇 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不是公共理喻 不是一個中立沒有價值的概念 它不是變成一個可遇可追求 它需要去維護 比如這裡面的公共是要文明的 那你討論議題是要對社會進步有幫助的 那麼有些理想性 討論的方式也是很民主的 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這個概念大家會不斷衝到 就是你們不管是教師手冊裡面都會出現 那學者們也常常會寫一下 對我來說我也寫過關於這個文章 我也檢討台湾事務所在台灣的翻譯文章 可是我真正對這個問題的檢答 是在韓碧步道上的文章 今天6點 只有幾個 好 那先後被翻譯成不同的名詞 其實講的都是 一個來源都是同意 社會社材 它被翻譯成民間社會 被翻譯成公民社會 被翻譯成社會 那我們翻譯不同的 用不同的這個詞在做這個翻譯文 其實最接近它原始概念 最接近是不是它原始概念 是不是市民社會 那這個市民社會是跟什麼興起有關 大家都知道布爾喬亞 布爾喬亞就是都市的中產階級 那布爾喬亞出現他們所抗拒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抽稅要照規矩來 有些事是我自己的工會 我自己的同行可以管理 會計是我們的問題 木股就是進入那個現代資本公司化 會計這件事情是由我們努力自己來管理 那我的目的是怎樣 當然是我們大家合作可以創造共幣 這個是市民社會的原始 所以它是有很強烈的 比如說中產階級布爾喬亞 或者說現在所說的專業性 就是自我管理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把它變成 另外一種民主社會的推動力 所以我們用不同的翻譯去 講民間社會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敵人加強敵就是威權政 所以你說民間是好的 要走入民間 擁抱民間 反抗法是威權政 所以在當時最早的翻譯是在原來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在談公民社會 因為威權政委已經在民間社會裡面 有進步 有矛盾 也有很保守 也很封建 很父權的 在民間社會裡面一樣有 但不是所有的民間是都好的 所以要賦予它一個進步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不再翻譯成 民間 似民無公民 但是其實是反映了 我們對於這個社會的想像的用意 我們希望這個是一個朝向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雖然來源就是同樣一個社會形態 好 那台灣的危機 第一 已經在顧中華都約列所期到 台灣的公共已經沒有形成公民社會被台灣的民主主義 中共民主主義所分裂 被選舉時候所生產出來的敵我意識 所切割 那這個是常常見到的 因為國民樂部的藍綠對立 就是政治很龜龜 搞成政黨對立 所以我們所有的社會的性溝通 都變得不可能 所以它會提到說台灣的危機 民主社會的危機是在這個地方 但是如果解釋這個呢 李玲淡會說 因為我們在這個公民社會發生的過程中 缺乏商業文明化的過程 商業文明化 我們就剛才講的布爾喬雅 就是社會史萊里的原始的概念 然後上次的這個 但是這裡面包括李清基 像禮節社會 禮節社會 禮節社會就是 反正因為你不能用權利 不能用力量來做 然後這裡你用合作 用分工 然後用分享 就是做貿易 你要成功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 快點時間 陳若水的文章裡面也提到 做生意要守信用 做生意要守信用 就是同手無期 變成一個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麼解決資料呢 李玲淡就提了一個 就是從族群 他用了這個族群的問題 從族群的親密關係入手 意思是說什麼 我認為他那個詞是用的不對 等一下我再說 那前往文章就是說 你要消融給我對立 尋找共同地 就是這個民主的過程 見共為公民合作不斷 因為選舉會造成敵我意思 的確我們選舉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軍事重複的修辭 在說什麼選戰戰爭 藍軍 綠軍 藍營綠營 對 就是軍隊 然後有陣子的人還有說 割喉戰 對 就是割喉戰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殺出一條血路 或者選戰之後 我們都是用那種戰鬥的形容詞 在談論這個選舉 大家應該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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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是經常很多的比喻 我知道時間不過 但我一定要講這個東西 最近不是發生了H1N1的那個流感 然後你看看中國的衛生官員 跟台灣的衛生官員 完全不一樣的體力 那個葉金川來說 這兩個禮拜之內一定會來台灣 大家不用煩惱 請你們千萬不要說我們淪陷 淪陷這個戰爭用途 請你們千萬不要說淪陷 我們只要防堵社區感染就好 個案進來是沒有辦法防堵 那中國的官員是 是 死守 對 對 對 我們說要守住那個海關 死守 OK 這不跟我們四房倉庫一樣 絕對OK 跟那個防漢災啊 那個勞漢 水災一樣 就他死守 絕對不能夠退讓 所以他其實是 在另外一個國籍下 就是我們在說 一個套餐的資訊 那是不一樣的 好吧 我這邊要講就是選舉真的是 常常有種 敵我的戰爭 可是呢 李英然說 其實有很多可以合作的 然後他就談到就是說 我們跨黨派合作 其實是可能的 不要被這個更難的 那李英然是說 族群的親密關係入手 他其實講得不清不楚 我是不太同意他這一點的 所以我們要順利在拍 我講 那我贊同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公共禮遇 並不是媒體自由化 也不是媒體自由化 這個是台灣已經在做 那麼這個加強其實是媒體的禁用權 媒體的要公共化 這個 這個 孝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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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談到這些問題 那就 不說了 那媒體在於 獨立於特定政黨 特殊利益 立體之外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說那個公共化 一定會出現 那麼公民社會的這個問題 這個我都贊成 自主 看中人權尊嚴自由平等 生計生存 這個很重要的 經濟的這個權益 這個不能夠被排除在公民的身份考慮之外 那麼 那麼進入溝通的領域 領域建立 隱性部會 互利的交往 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說上午 上午少會跟大家提到一下 就是分享 為什麼是一件要去 去重的一個公民事件的議題 跟這個建立這個互利的社會 是有關係的嗎 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對台灣公共領域的警示 有問題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我先暫停到這個地方 因為下面還有別的老師來 不能因為我愛講 這樣就佔領了別人的權利 遇之後是我們待會的時間再分級 OK 可以嗎 那我們今天這一堂課就先上到這邊 謝謝大家